這是大家所關注的 那第二個就是Tom成功可以再跟Colento一劫高下 因為在之前O1的比賽裡面 是Tom曾經有擊敗過Colento一次 那最後當然就是我們剛剛Mooting所提到的 拼命後以及Purple 會不會再度重演BreezeCon上面的戲碼呢 我們就敬請期待 那我們剛剛看到畫面上 兩邊選手的職業對陣 以及他們所選擇Band掉的職業 那這邊郭鐵的話他選擇Band掉的是 Cranich的聖騎士 Cranich是選擇Band掉郭鐵的控制術 那郭鐵的控制術是最新比較流行的 所謂西瓜術的版本 就是加入了石頭立方怪跟末日所謂的體系 然後去做一個大量傷害的 就是讓你的控制術有一個爆發的手段 主要在賽前郭鐵他自己的專人就有提到 現在的主流就是比賽帶牌的主流 比較接近控制、反控制跟快攻之間的互抓的組合 那今天其實郭鐵他整體而言是 準備了一個算是比較反控制的 他是想要抓所謂熱門的卡札木跟控制術 但想不到今天他打到的這個對手 Cranich本身第一個是他沒有術士 就是他剩下的幾個套牌 比方說你想要抓另外一個牧師 他本身也是大法體系的 包含大法體系的獵人大法體系的聖騎 以及大法體系的牧師 這三個再打上一個青王城 其實都算是相較之下都是他打起來比較不優的對局 是因為比較棘手的 好 那我們這邊很快來進入了第一場對局喔 好這裡國天拿出的是基石的卡札木 來對上這裡 Cranich自己的大法獵 那大法獵在之前 其實他相較於其他套牌 稍微有一點可惜的是 因為他最主要能翻的就是兩張野性呼喚 對 那像在之前CZO裡的時候 CZO曾經不小心這個 起手就已經先把兩個9抽在手上 就導致了他自己的惡毒召喚師 直接還有他的鼓劍總管 直接變一張廢卡 是變成兩張白板喔 但是他這套獵人 當你抽了好的時候 像他這個手牌的時候 其實不管打什麼套牌都會非常的厲害 尤其是CZO在那時候 最後他也是成功用這套獵人拿下 上次以固執杯的冠軍喔 嗯 那這邊一回合下的是巷弄小貓 嗯哼 我這裡這個對局 開始有一個關鍵所在的 CZO這一套 因為他算是一個 在前期也是 可以給足壓力的獵人 所以他一樣是由南海船長 配派奇的這一個體系 那郭蝶非常好的是 起手就已經有 葛拉卡爬行蟹 是 已經在這邊等待這個 南海船長喔 嗯 那我們來先看一下這個 赤喉龍演化結果 目標是 欸 這邊有個劇毒 那應該就會拿劇毒 直接解掉這個北軍教師喔 因為通常在這個情況下你能 其實他有解的機會很多啦 只是你會不會需要送掉第二隻貓 你加攻可以一對一換 劇毒可以一對一換 是 加一加一的話變成要兩隻撞一隻 好 那這邊輪到國貼爾會合喔 他可以選擇下 這個 略寶囤積者 或者是 他可以使用這個神抽進來的聖光層級 去直接解掉這個赤喉龍 只是這樣法律就用得比較不乾淨 嗯 但是下 這個略寶囤積者的話 又會直接被這個小貓換掉 可能有點虧 那他最近決定是把費用打滿 然後連硬幣都交上去 然後把這個赤喉龍給解掉 就算一個卡閘目對中套牌吧 第一個是進可能去 一樣是 過牌過你的AOE 像是你的 這個卡 可是這幾個都是你可以處理對面快攻的 手段 是 好 那我們這邊輪到 Clinish的回合 他這邊有很多的形象 然後他選擇下一個 牧師最難處理的 鯊魚熊 然後解掉這個略寶囤積者 你知道當你牧師自己的套牌而言 除了卡達克斯跟龍火 一般情況下 卡達克斯、龍火回來、心理煙笑以外 其他 這個4-3的殺魚熊 基本上都是要怪對撞才有辦法解決 是會無解的 是會無解的 嗯 尤其是如果他下回合還可以 有一個訓權者來搭配的話 會讓牧師非常的頭痛 好 那國際這邊在思考 其實賽前我有問他說 欸 為什麼要放這個 三費軟迷怪 而不是二費軟迷怪 那他給我回答就是 在打獵人的時候會有差 對 因為獵人的陰角攻是有攻擊力的 你還是跟你拿到護甲 所以他選擇配置這個三費軟迷怪 那這邊逼不得已就是直接出 因為 必須要去挑戰這個鯊魚熊 那很不幸的是 就是虧女這邊剛好用腳攻來做應對 來保住他這個鯊魚熊繼續輸出 這裡是 下一個回合是已經找到了 這個恐怖者拉札是可以做 比較可惜是 這個 他五八現在只到了五 那如果經理隊快攻的話 其實四就是卡達克斯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 他是一個 你結場的手段 很可惜 原本鍋貼這裡其實是兩張牌 剛好各有一個對應 這個螃蟹是可以吃對面的船長 然後原本 這個 軟迷怪是可以吃掉對面的武器 但是很可惜 因為對面這個鯊魚熊 是你除不掉的一個夢魘 然後這邊選擇銀飾先看一張 那 這邊 有龍獲藥水的 那就選擇拿AOE 然後這邊下來這個火戰 雖然會直接被陰腳弓解掉 但是 還是必須要下去挑戰這個 鯊魚熊 主力也都是為了吸收傷害 是 你必須讓這一回合 如果今天這一回合 把他武器吸掉的話 那你下一回合說不定 你的這個 拉札是有機會 贊助成長的 然後 這邊神抽了這個訓權者 嗯 那加上去之後繼續加壓 那國鐵的話這邊沒有辦法 就只能在下一回合 把用龍火藥水把它解掉 這邊只能掀出拉札 就是空補一回合 然後 下一回合用這個 臨時找到的龍火藥水去 清一波檯面 喔 喔 這裡神抽了一張 神抽了一張 神抽了一張 好 但沒關係 而且他這邊至少還是可以 使用 其中一個孔狼首領 然後 去讓訓權者 可以換掉這個拉札 就是繼續保護這個 鯊魚熊 那另外一方面 換過來想 你剛剛看郭貼 他剛剛看郭貼拿 呃 林氏拿了一張 拿滿快的 會不會有可能是 AOE 因為他知道AOE才 這個龍火藥水才是 唯一解掉這個 鯊魚熊的手段 也許他這個訓權者 就可能選擇更激進的去打臉 就不解這個拉札了 他這個選擇就跟 有時候你對面下卡札的 那個選擇一樣 就是第一個是你要先 構築你的 這一個獵人的獲勝條件 如果你跟 對面換你後續的傷害 尤其以你的手牌而言 你有沒有辦法拿下這個對局 是 那他這邊選擇打穩 嗯 那 對 派奇的下去長傷害 嗯 他認為這樣子 不用下第二個恐狼 這邊利用天然技去做輸出會比較好 畢竟自己的手牌也已經打乾了 嗯 好 那這邊郭貼應該 經過 他可能經過思考之後應該是 在思考下一回合怎麼做 因為這回合的打法很明顯 就是只有龍火藥水 然後天然技補一下 或稍補 然後理想的話下一回合如果你 呃 費輪可以裸贊助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 我們說 控平常 這種類型的套牌在 對快攻的時候 另外一個獲勝手段 比方說我裸贊一個大法 或我只要能裸贊一個大怪上去 是 尤其是你知道Cranish這套獵人 大法術獵人 其實只有兩張野性呼喚 他是沒有任何解牌去解掉這個 呃 預言者費輪的 嗯 你不用擔心製射或者是你也不用擔心其他 比方說 搭配了 呃 搭配了Kio Command這些方式去補掉你的傷害 他沒有任何方式去 呃 理論上沒有任何方式去解掉你的 對 他沒有獵人印記啊 什麼的 致命射擊都沒有 嗯 然後這邊Cranish 先做了一個非常明智的作 天神技先按 那 船長應該還是要下 沒有辦法 喔 那這邊看起來是 從第一回合待到現在 哎唷 終於可以開吃了 然後 而且還神抽了一個痛 可以 一起解掉這個孔狼獸令 對 那就移除掉 呃 Cranish這邊有第二個訓權者的可能 對 那我想這個光照元素應該也會丟下去 SK2E全下 對 那 對Cranish來說 他最好的一抽就是 呃 古卷總管 這一手進古卷總管 進 才有機會可以打回來 二讀也是可以 就是這兩個算是他現在最能翻盤的關鍵 對 來看一下 很可惜是一張逆臨龍人 也還可以啦 至少可以把檯面上這兩個怪 嗯 明擺著看上去是可以換掉的 好 那這邊把手牌打乾之後 使用天神器 那這樣子會有一隻4-3的艷屬 那 國典這裡比較可惜 比較麻煩就是他必須要兩隻 哦 兜撞 才能解掉 而且還會留下一個4-3的艷屬 原本 這邊優先的 應該要去解這個逆臨龍人 嗯 然後這個沉默我覺得可以考慮留著 因為 這個4-3也沒有辦法直接挑戰這個廢倫喔 所以說 看他怎麼想 但是 換句話 換過來想 這個沉默有點像是補3-D的概念 嗯 就是把這個三弓也給抵消掉嘛 所以 看他覺得要不要交 好 那這邊星爆也交了 就直接做一個10點輸出 然後 兩個把龍人撞掉這些是確定的 那這個沉默要不要交可以再討論一下 因為主要是呼喚會 喔 克林區後面的這三抽非常非常的尷尬 雖然兇胞彥屬113 一個中立113 帶野獸是一個非常強勢的屬性 但很可惜的是 在這個時候抽到 在錯的時間點來了 真的 喔 那 國立這邊 應該是已經 擊殺了沒問題 15點 對 欸不對不對 這個廢倫會死掉 所以沒辦法 喔 對 廢倫會死掉 我算錯了 所以你只能先補 所以說是11點傷害 對對對 那我覺得這邊就不要嚇了 因為你有這個廢倫 你就交一個沉默 然後 廢倫提點 然後補一下自己 然後就過了 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因為你還是維持你這個檯面上的優勢 自己12血然後廢倫提點嘛 然後把4-3沉默掉也放一個 因為我剛在考慮要不要沉默的理由之一是 在 右手抽野心呼喚的時間 野心呼喚想 可能想要沉默掉那個迷沙嗎 對對對 也不是 如果你剛沒有沉默 那個4-3 就是眼睛呼喚了 他兩個是可以把廢倫撞掉的 喔對 可以解掉 但是還是可以解得掉 如果沉默還是可以解得掉 因為 虎佛是武功嘛 喔不會 沒有我們算血量差一點點 好那這邊 又抽到了他的一費生物 非常好 算是非常不幸的禁拍 嗯 那 國鐵上一回合沒有選擇T連的話 我是有點訝異 因為上一回合的T連你就可以設定好這回合的擊殺 嗯 那 我覺得你與其去防他的神抽野心呼喚 不如就賭 欸我這回合就直接把他殺掉了 嗯 可能會好一點 畢竟如果假設 呃 昆虜抽到野心呼喚的話 你其實還是有暗影死神安度因 去可以解掉 呃 經過BUFF的米莎跟胡佛 米莎跟胡佛 米莎跟胡佛 那這裡要想一下就是 奶層13被開 呼喚的話是11點傷害 對 對 所以 可以 理論上 來 這邊 這邊是差1嘛 嗯 你可以 打2 然後血法打2 沈默打2 算是鎖定這個勝局了 嗯 理論上以18滴血而言 應該是不會被翻 沒辦法 對 因為坤女之道還是沒有那個直傷 哦 這時候才來 已經維持1萬了 非常非常 太 這個來得非常非常尷尬 而且谷言總管是在回合結束時才會翻那張法術 所以 你當回翻出的眼睛突然是沒有辦法 恭喜這邊 郭貼成功拿下了第一場勝利 是 率先拿下了一局 他非常拿手的卡紗木 嗯 其實我們賽典在聊就是 呃 被克制的職業 今天ban完之後 其實郭貼這邊最難過的 會是他的任務得 對 那反過來 可你這邊相較之下 比較難的是不是就剛剛我們看到的這一個 呃大法列 對 他剛剛那一局我們就看到這個大法中速列 他可能會遇到的困境就是 你沒有在 因為 因為他也沒有任何補牌手段嘛 嗯 所以說 你只能按照你自己的進牌 你只能按照進牌來 來 來出牌 然後 如果你的大牌都沒有進來的話 就可能會發生像剛剛的現象 一費怪到剛剛 呃 八九回合才抽到的時候 都已經沒有任何效益了 嗯 嗯 就他也不像其他我們說以往中速列 可能還有 欸追蹤至少我可以 在特定的時間幫我綠一個 可以打滿水晶節奏的東西 對 他很尷尬的就是他必須綁定 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 能準時六回二度召喚師 那當然是非常厲害 或是準時八回古劍總管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剛剛是非常晚 才抽到那個古劍總管 對 就已經到要被斬殺回了才抽到 嗯 古劍總管已經太遲了 就是他的發揮相較之價差很多 而且說到大法的套牌 就是現在大法比較 其實你什麼東西都可以擺 戰士好像我看過也有類似的版本 有有海道戰 然後可以會使用 然後直擺命運的法術師 對 那其實這幾個版本 我自己比較喜歡是聖騎 或者是 呃或牧師的版本 因為 重要的是你可以翻額外的一個巴費 因為巴費算是 平均數值的手下裡面比較好的 對 期望值最高的嘛 沒有錯 而且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你巴費可以再翻 你二度召喚師可以翻古卷 然後再翻 對 出另外一個大的方式 完成一個很夢想型的combo 好 這邊 昆仁許的清望哲騎手 算是相當好 而是接近一個夢幻騎手 有清王暗閃 而且 你還有拿來隨手可以拉出派騎 嗯 不過這裡過貼的這個祕密法 騎手也相當不錯 至少有龍曼騎 沒有龍曼這個 通通都要選款 就是我們 HQ 學士也曾經提過的一個名言 除了龍曼之外 還有二回合最好的 祕密法學家 嗯 而且他又是先手 所以 這邊兩邊的金牌 兩邊的手牌都非常好 好 哎呀 那 這時候 Crainage看到是 伊沛法令龍曼是有點頭痛 本來說它是可以很舒服的 直接下 嗯 這時候就要思考 下回合 郭貼可能會有的選項 因為他看郭貼留了兩張牌 嗯 代表他 你預期下回合可能會有 呃 223的祕密法學家 或者是 呃 巫師的學徒 他這邊還是先下了 青王去挑戰這個 呃 法力龍曼 下回合拉出來的派騎會是3-3 呃 理論上都可以解掉這個 呃 郭貼他所擁有的生物 都可以直接對撞掉對面二回給你的壓力 好 哎呦 郭貼這裡 整個祕密法的節奏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而且這裡綠起來的 我們在前面提到就是這一次 祕密法會有一些細節的調整 那郭貼的這一個版本是 一火門改炎爆 然後帶冰箱的版本 他在打快攻的時候 會讓你可能可以額外多買到一回合的時間 嗯 讓你的傳說武器多抽一回合 你就有額外的傷害可以打 是 其實這樣算是有點像是標準配置 就是五個祕密 嗯 然後大概冰箱也都會帶一張 嗯 那剩下的話有時候法反可能會不會放滿 但是郭貼他法反是放滿的 哦 現在會選擇帶一張變氧藥水 或者是 呃 呃 鏡像體 嗯 然後針對速師 不過這裡 那這邊Crench選擇把龍曼解掉 嗯 他這樣做 這回合拔刀 下回合會比較舒服一點 因為下回合還是可以做 呃 天生技嘉 藍藍水手 只要不抽到派遣的話 嗯 就是只要 沒有神抽的話 而且Crench這裡也先拿到了一個 在這次改版裡面 等於是兩個鋪場職業 非常強勢的一張單卡 是坑道爐蟲 坑道爐蟲 就是一隻新版 以前入的海巨人 只是這一次是可以先死怪 然後再靈背下的海巨人 對 他就算是目前在快攻還有中速牌組 都幾乎必擺滿的兩張牌喔 嗯 嗯 我認為是要 因為你想要保護你這個奇倫托法師 嗯 所以還是寫 哇他選擇很激性的打臉 嗯 好 那Crench這邊 他選擇 先看一張 嗯 嗯 因為他不一定要把 他不一定要 呃這回合使用天生技 嗯 他在哪裡水手還是可以衝鋒的 嗯 好 那這邊看他怎麼交換 其實他現在檯面上已經可以把 怪全部都換完了 也可以選擇下這個密法學家 這個拿來水手還是可以 還可以再扣著一下 但是 我覺得出拿來水手比較好 因為 下回合你要做的是 很可能是做 薩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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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怒 而不會想要把那個 八天生技 對 所以這邊可以把水手的 這裡如果 欸 喔 嗯 奴蟲費用還 還差一些 因為你可以考慮做 有一個烈士幻啦 就是你 你多省兩滴血 就是派其最重要的解法 對 那你是可以把奴蟲 用兩費下下去的 當然這樣補寶自己的場面生物 因為奴蟲你還是可以繼續降費 嗯 就你不一定敢的這回 就你這一回其實 節奏已經可以打滿了 所以你不一定敢的要這一回一下 然後反倒是 郭貼這裡也抽到了密密法 這個獲勝的材料之一 就是他的傳說武器 雅魯涅斯 因為我們已經可以看到 呃 Crainage前面 青王暗閃的威力已經開始展現出來 就是 在打卡叉 卡叉上面相當厲害 那 那過貼需要的就是雅魯涅斯的幫助 嗯 就是你每次你的 同樣二費 或同樣三費的怪 我都可以贏你一點點 對 那這樣換的話 長久下來 你兩邊的卡叉就會很明顯的出現 嗯 那這邊Crainage應該會做 出這個營火 然後加上 呃 天生劑解掉 可以出一個免費的坑道輪蟲 是一個零費七七 非常非常的厲害 聽說曾經有個四七七 現在我們有個零七七 更厲害 好 哇 那國爹這邊壓力相當大 頭上雖然是有個冰箱 但是 呃 檯面上這邊已經是相當大的烈蛇了 嗯 要撐到手上這個眼爆速 還有相當久的時間 太困難了 對他好像只有一個冰箱可以擋 他這一回合如果硬撐的話是 你可以想辦法去吸收傷害 就是減緩那個七七弓的 爐蟲對你的傷害 可是這樣子其實你的 獲勝方程是在哪裡 是我好奇的 我覺得現在要獲勝的話 就是 還明顯還是必須打在這個坑道輪蟲上 我認為 因為你現在獲勝就是要靠雕魂去買一個夢想 嗯 去找一張可能烈焰風暴啊 之類的AOE 讓你回到這場遊戲當中 所以 呃你要直接拚把Crainage打死誰 也太難了 所以說這邊還是要先減少 自己承受的傷害量 然後點掉這個惡意的密法學校 簡單講就是要拉長你存活的時間 讓你下兩回合 比方說你下一回可能掛船武 你後面火門 或者是這個雕魂 你有更多的機會 好那對Crainage來說 這回合就比較簡單一點 就直接下忽難利能龍能加壓 呃齁 那台面上的攻擊力已經來到 十九 十九功 加上刀是二十功 對 那對於古典來說他也沒有辦法考慮那麼多 就是先掛雅魯涅絲再說 除非他抽到雕紋 嗯哼 對 那這邊沒辦法 只能先掛牙齒裡面試試看 這要說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現在只能靠著我們說雕紋可以讓你有講故事的空間 可惜進的三張牌裡面是沒有雕紋的 那Crash這邊的話 它也不能打破冰箱 那也許可以看一看 虎爛海真的不能給一個火球 我們看這個額外給的內容吧 喔 呃 發現在 兩費內應該沒有辦法 就是你發現後兩費頂多再找一個 最高就心靈震報 那這樣還是會差一點 那我想它應該就會下 范克里夫 范克里夫吧 是一個66范克里夫 雖然只有連擊1 卻是一個66范克里夫 這就是親王的威力 再次看到七獸親王暗閃的威力 真的 好 范克里夫這邊有沒有辦法進一張女士雕紋呢 我最近實況上面也看過某個人 親王暗閃親王啊 只是不知道他昨天進女色 今天的表現怎麼樣 是 我們待會就可以知笑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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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去了那個場合我也在場 我 嗯 好 那國鐵這邊 他也沒有辦法去減少他所承受的那種差異 比方說來一棵火球樹啊 所以說這邊就是一個很無奈的局 他也沒有 我們說買一個夢想的機會 因為可以買的夢想是什麼呢 你今天有沒有辦法打出 像這一回合如果你可以灌9點 你下一回合讀火門炸雞 那或許是一個機會 因為火門炸雞可以到11點 對 真的是可以超越岩爆的一個傷害 但前提是當然你手裡沒有火門 而且你這一回合 其實也沒有辦法給對手太多的 多少的血量壓力 對 那我想他這邊應該會出 密法學家吧 至少再錄一張秘密上來 嗯 喔 他選擇 他選擇去把檯面最大化 但是 面對這個Crenish的檯面是 還是不夠強 而且其實對面是 理論上是不需要跟你的秘密互動的 說實話 對 因為他可以檯面解掉你的怪 外加上 有很高的機會把你頭上的冰箱踢破 那我就不要下任何的怪去 去應對你的情況 我們看常攻已經可以做到這件事了 而且我們這次比賽牌組是公開的 所以Crenish很清楚的知道 過天頭上就是 冰箱 法反跟爆炸符文 因為他是三個已經全配了 所以全部都已經在頭上 沒有任何 也可以說沒有任何 說故事的機會 因為你沒有開過刁文 你沒有小書 沒有任何 變出不存在的秘密的方式 是 所以對Crenish來說 他什麼事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把冰箱打破 跟解掉檯面上這兩個怪就可以 對啊 有很高級取得這場的勝利 在已經已知有爆炸符文的前提 理論上你也不需要再額外下怪 因為你除非是下滿六血的怪 不然你還是要額外吃傷害 還是會吃到一些傷害 嗯 阻止所有獲勝的可能 阻止對面所有獲勝的可能 是很正常的一個選擇 所以的確這裡是沒有下任何的東西 好 好 那如果抽兩張 有沒有辦法看到 刁文的機會呢 喔 終於來了 看一下有沒有冰箱 這時候只能只能先靠平衡狗狗 喔 那其實這樣有點好奇 是不是剛剛抽的時候 學徒是不是要跟得到 可能就是先下去 先下學徒會好一點 因為你兩個拳下的話 你的任何秘密都還是蓋得出來 來看一下這裡發現 欸 這個不行 沒有幫助 喔 好 那Crenish就把比分搬成1比 嗯 這邊成功他自己的青王賊過關 這當然也是不意外啦 因為他已經起了一個青王暗閃青王了 就連他的蘆蟲下出來都有77 然後衝出來派起有3 那這到底是要 無法交流 很難打 而且在VS Data Report裡面的 這個天梯分析數據裡面 青王賊打秘密法就有60%的勝率了 那更何況他又是拿到這套牌最強力的騎手 嗯哼 而且在外加上其實比較可惜 就是這兩個其實都是 非常非常搶節奏的快空 因為像法師有很多像黑魔會小弟 黑魔會小弟或者是密法師這些 可以讓你同時蓋上秘密 搶節奏的單卡 但是很可惜的是 郭貼在5回是直接空一回合的 我可以說那一回合是空一回合 但也沒有辦法 因為秘密 秘密法5回可以做的事也比較少一點 就是他沒有直接5費的怪 嗯哼 所以說他要做的可能就是3加2 可能一個秘密 然後加上 呃可能 一個送 貼一個送金元下去 或者是 呃至少 你如果能放怪在場上 至少你有跟別人交換機會 或者是對面必須要 必須要面對 但很可惜那一回合是空過的 而且 下一回合為了提牙 牙伍你也十歲 你等於是 類似空過兩回合 完全放棄了檯面的節奏 對相對比較可惜的 這兩邊1比1平手 那坤越徐這邊 呃剩下一套獵人跟他的 呃龍木 嗯 兩個都是大法術系列的牌 這兩個要怎麼樣發揮 那反過來當然就是 郭貼這邊的 任務德 算是這一次對戰裡面 很硬的一副套牌 第一個是 你已經撞了兩個偏快攻的套牌了 但是今天對上獵人的時候 你很有可能你的任務還是不能放棄 因為你必須要防對面 惡毒召 惡毒召喚是翻一個大的 或者是 翻古卷總管 翻 呃 野性呼喚自己的情況 所以他必須 在我們賽前其實有聊到這件事情 就是他的任務的 還是會選擇棄手流任務去打 是 面對到Clinish的這兩個套牌 他都會選擇流任務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對局 這邊一樣是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法 來應戰這邊Clinish的大法龍木 呃這套龍木是由 呃 一個日本玩家 Settler所發明的喔 那他在亞服打到了有千十命的成績 嗯嗯嗯 然後勝率上面的表現也相當不錯 然後也是上個禮拜是一手在德國的椅子盃拿下冠軍的套牌其中之一 好 那這邊起手的話Clinish的起手不算特別理想 尤其已經把一張很Custle的精神控制抽在手上 嗯 那郭貼的話還不錯 雖然沒有法力龍脈 但至少有秘法學家 跟奇魂陀法師的搭配 Clinish這邊等於是已經先抽了一張Dekka在手上 也讓他自己大法的 發揮了空間剩兩張琥珀跟一張星控 那 反過來 郭貼這裡則是一個二三回的節奏 是已經可以確知打滿的情況 是 是 好 那郭貼這邊在思考 他嚇猴的動作 因為這邊他應該不會用硬幣 叫出一個秘法學家 因為嚇猴的你喊兵劍 依照他這套牌來說沒什麼目標 嗯 就是 也不值得你教 就是他這套牌的二費的怪是死學家跟 一個222的 那個黑暗進生者 對 黑暗進生者 喔 他想要吃一個優勢換嗎 因為如果對面真的下一次競爭者的話 你是可以用這個狀嗎 死是可以直接換掉 對 但是很有可能你的下一個二回是要恐過的 如果對方沒生物的話 你可能也要跟著恐過 嗯 唉唷 這邊運氣不錯 戳到了巫師的學生 不錯不錯不錯 然後這樣他的費用使用上就一直很舒服 嗯 那crunch這邊應該要下一個 驕傲乳行者來擋 來挑戰這兩個生物 那輪到國貼的話 他應該還是會照原典計畫 使用奇倫陀法師跟 蓋上一個秘密 那我想會蓋爆炸符文好一點 因為 你知道 quinnish這套牌的法術是很少的 只有兩個大費 大費的法術 嗯 對 所以說先蓋爆炸符文好一點 因為你會預期他 quinnish會出的是生物 所以說 爆炸符文在處理生物上會比 法反好非常多 他選擇一個最 最最 最具 排面的打法就是 直接解掉這個驕傲乳行者 所以選擇了一個 比較偏激進一點的打法 但也是讓他自己的怪這回合有 輸出空間 對 那的確祕密這個題的點 也是非常合理 因為 你都知道對面是大把套牌 最快了不起也是八回 你才會看到他開一個 琥珀出來 對 所以你的確在這邊選擇的話 一定是先蓋爆炸符文 去遏止對面 這個前面其他的鋪場 好 那quinnish這邊 你看他 呃 郭天剛剛交了一個火球 所以這邊應該理所當然 會造飛龍 再下一個木光飛龍 去挑戰這個生物 好 那 這邊的話 郭天 郭天也許會考慮 把交一個寒冰劍 然後送掉學徒 把這個飛龍解掉 因為你面對這個 龍木套牌 你不會想要留怪給他 因為 如果留怪給他 做優勢交換 他就可以散用他的天生技 再去把 這個木光飛龍的血給補回來 嗯 所以去把它解掉是比較好的 嗯哼 喔 喔 他選擇是 他選擇是 先全部強烈 如果讓對面補的話 他可能是要癱瘓 對面的 法力水晶的應用吧 如果對面 這邊選擇補的話 他一樣還是可以 寒冰劍之後 用 呃 用密法學家去補掉 那個兩點傷害 那我可以留下至少是 有功能的學徒 在這樣的遊戲裡 這比較可惜是 這裡是一個魔爪祭司 好 那這邊 爆炸符文 解掉了這個魔爪祭司 然後還 造成了兩點輸出 喔 這裡是可以算一下 因為其實 坑衣的血量 相調之下 已經很不高了 是 現在如果這個 雕人找到火球 是剛好 傷害是剛好的 一費找的話 三費火球 手裡九點 傷害 每場攻 這三張牌都不算特別理想 六七八九 九十八點傷害剛剛好 那我想他應該會拿 烈焰風暴 因為 到你能 你的法術扭曲者 能用上的時候 已經是相當後期了 所以說 這邊應該拿一個 接上法術 穩定的接上法術 烈焰風暴會好一點 法扭喔 其實法扭 這兩個都有空間 但是法扭只能防到 就是 我剛說對面 六翻八翻十這種 星空的情況 對 那樣子 法扭會發動嗎 如果有額外 隨機法 應該是 應該是沒辦法吧 隨機發動應該沒辦法 就是必須要他 用死費丟出 丟出來 變了一個好問題耶 我的理解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他不會觸動 觸發那個法扭 好 那這邊 郭貼 再兵一回合 然後繼續搶臉 相當激性 嗯 那他選擇的是烈焰風暴 是拿一個 清場法術 嗯 那 Crainage這邊 我覺得 想贏的話 應該要下 二毒的召喚師喔 嗯 去拼一個 叫一個 呃 有樣說可能光眼魔啊 然後 或者是佛丁之類的 喔 這邊有選擇一個 純防守的選擇 看一下這裡好奇亮根草 發現了三張牌 是已知的寒冰劍 寒冰劍 寒冰劍 很很可惜 這裡 額外再下怪的話 還會再吃一個暴力輻盔 如果這裡 必須要下這個交友才不會死 交友常能擋住 嗯 如果你是寒冰劍 點掉四三的話 對面天真技是可以直接收掉這一場對局的 好 那郭貼這邊直接用烈焰風暴 烈焰然後天真技之後底下怪就可以拿到這場勝利 我覺得這一局蠻值得稱讚的是郭貼在巫師的學徒上面的選擇 就是去做打臉 而不是選擇去穩穩的換怪 讓他搶到很多的傷害 他已經設定好 我要連續冰這個 暴光費用兩回合 然後保住我這個生物的輸出 沒有錯 也主要是 因為第一個是 兩邊在秘密法這個手牌裡面 其實他沒有後期的空間 對 除非你抽到亞魯電師 我們沒有看到傳說武器 對 所以今天如果今天你一直在做我們說 你學徒在加海魯電等於是你做一個二換一的話 你會很明顯卡叉會越來越大 而且你沒有找不到你的 呃獲勝方式 對 因為你到後來卡叉出來之後 牧師就可以開始用龍幕的方式反打 對阿 對於你而言是非常非常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這邊郭貼的選擇非常非常的正確 而且現在也已經來到了郭貼的賽典 只剩下我們剛剛賽典提到這一個任務德 是任務德 到底過不過得去 至少他有兩次機會嗎 沒有錯 有兩次機會可以挑戰看看 嗯 然後看他的任務德的發揮 其實打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今天你對這個牧師的時候 你不能騎 呃你不能 怕說他可能有星控或是翻星控這種情況 你可以很 很有可能你中間你藍龍下去可能 呃你可以免費藍龍下去 揮擊去解他的場 你就必須要做 對這樣你才可以獲得檯面的優勢喔 嗯 不過說到任務德的這一個配置 因為我們看了很多任務德的版本 現在功能比較好的組合好像是 呃 是Dogue最近所使用的就是已經沒有放真俊靈組 而是放無面的版本 對也沒有放紅龍 然後就是 他這樣做的話是你比較不容易卡手 然後你的combo就是透過無面去增加你的最大傷害量 嗯 就是原本其實他的設定方式應該是紅龍去 去設定一個對面的15滴血 然後利用真俊靈組做出兩隻藍龍 配月火灰擊之後擊殺對手 其實這有幾個尷尬是真俊靈組自己 你要搭配的情況你必須坤在他之後下 那很有可能場面格子 太多了 是這個對你比較常見的問題 他就發揮不了那個效果了 那再來是無面至少他有一個比較彈性的空間 你真俊靈組如果在牧師場上活一回合 很有可能對面會把你的真俊靈組拿走 然後做兩個廢輪出來 那就會上那個精華影片了 有FUNNY MOMENT 下一期的FUNNY MOMENT就是你了 不過這裡來到了這邊國鐵的賽點 現在是2比1領先最後一個任務的 來對上對面的大法龍目 剛剛國鐵選手有起手留任務跟成長 翠玉之花然後換掉兩張比較大費的牌 那Quinnature的話他這一把其實我就比上一把好很多 是有2 3 4可以順著出的 這邊國鐵不遑多浪 本來可能要考慮要不要硬幣翠玉之花 那這邊應該是就可以直接成長 而且還有剛剛我們提到這個對決的重點 就是你任務的這裡 完美解任務的方式是什麼呢 把你用你的項目之幻去把 去把這個星爐成功的拉出來 讓你可以後面比較好 讓你可以高速的解任務 我會說這是他一個 這是他一個有機會可以跑掉 這個對戰的一個起手 就是差不多長這個樣子了 然後同樣一樣是減費返場的坑道爐蟲 這些都已經在手上了 非常有機會喔 我說這一局 那Quinnature這邊下一個驕傲乳行者 輪到國鐵的回合 他在思考的可能是說要不要先成長 還是先把自己的受阻肉的教徒也拉出來 那應該是把費用打滿會好一點 畢竟你也在檯面上算是 至少佔了一個蠻難出力的怪 因為這個大法龍幕是沒有沉默的 所以說 這個受阻的教徒 他的死亡支撐效果還是會觸發 可以挑戰這兩個生物 穩定可以讓你解兩層的任務 而且外加傷 你先在這塊下去跟對手換 不論對手解你或者是 你去撞對面的 也可以讓你看到蠻蟲加速的減費 對 我覺得這兩個都是比較好的 好 那這邊 因為這個生物很難處理 所以就不理他了 對 反正他這個武功也沒有辦法撞過你這個交友如星者 哇有點可惜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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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這裡有辦法 進一個揮擊其實可以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對你可以揮擊解到那 解到剩下一個北軍而已 嗯嗯 然後你可以佔一個五一跟對手對看 嗯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把 撞 開邊這邊拿到成長吧 對 也只能成長 因為費用還不夠出那個坑道龍蟲 對那就是先成長 但是離終極瘟疫還 還要一張 再一張成長牌 嗯 就我們還沒有打到這個 所謂最最完美的這個是 五費打十 十費打五費這種情況 對 對 可以這邊有可能會選擇揮擊 直接去搶更多傷害 讓他選擇還是去先鋪怪 先看一眼 喔這個很好 這個憤怒很好 可以解掉這個五一然後抽一張牌 就等於是無傷可以解掉這個 你不用換任何換掉任何一隻怪 算是發揮了牧師的粉色 哇 哇很能偷 而且下一回合對於 奎妮去這裡非常非常好 是因為他手裡下一回合是可以準時的走二毒召喚石 其實他手裡包含龍的搭配 我需要掃場 我需要額外支援 我使覺他可以開 我的龍頭探員也是可以開 選項非常有多 喔 這一把終於發揮了這個大法術龍蟲 在構築上想要達成的目標 對其實這最有趣的是 其實他跟大法沒有什麼關係 他就是打了一個龍目粉色 對 好這邊抽了一張八費上來 所以交到十費的怪的機率會是 會高一點三分之二 第一個真諾湖泊 湖泊翻出來了八費會是什麼呢 開獎這裡得獎 喔 古卷總管 竹爹剛剛說的夢幻combo達成了 六代八八代十 算你厲害 但還是有可能叫出八 但是也是夠厲害了 也是有可能兩個八啦 對對對 但也夠厲害了 真的 好 郭天摸摸鼻子說 都可以啊 你會玩 會玩 會玩 來看一下這裡翻出來是不是阿拉卡要變別人的 對不起阿拉卡跟別人走了 那 打得不錯 可以 可以 你都這樣啊 聽說昨天他們原本是想要對練牌 想要討論一下 對戰以及match的其他細節的時候 Clinic是選擇去送女朋友的機 有這回事嗎 對 因為他女朋友要先回家 他就先去機場 送他女友回家 對 那郭貼就是很努力的在練牌 對沒有錯 看起來韓國禁女社跟台灣禁女社的結果 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沒辦法 只能先揮擊減少傷害 而且這有減少傷害嗎 讓我算一下 4-5-6-7-8-9-10-11 台場 攻是不是21點阿 已經 這個揮擊已經打 直接擊殺了 對啊 好 那奎妮去將比分翻成2-2 OK 可以成功拿下這一把非常漂亮的 二度大幻屍鼓店總管COMBO 這就是我說大法獵翻個什麼九費 翻八費比九費強多了 那最後一套會是他的大法獵對上郭貼這一套任務懶農的喔 對沒有錯 又回到了我們一開始賽前提的兩邊 最難過的職業的套牌 就是這兩個 果然在第五場相遇了 也只能打到最後一個點 才能決定誰可以拿下這一個 BO5來挺進下一輪 畢竟我們這一次的16位選手的16場比賽 非常非常的慘冷 在兩天呢 聖誕佳節的賽事內要結束 所以我每一場都是單淘汰 是 而且結束之後呢 兩位可以 他們就會直接到我們的這個簽名台上面 不論輸贏都要替我們現場觀眾 完成這些所有簽名 以及介面拍照的時候 所以說你當然會想要帶著 很殘忍 獲勝的心情去幫觀眾簽名 總之希望還有後面幾場的機會 理論上 兩邊都已經只剩下最後一個職業了 所以應該 選擇的時間應該會短上很多 因為沒有其他改變的空間了 對就是這套牌必須要過關 才能夠進行到下一輪的賽事 好 看一下兩邊的棋手 那郭天穎跟我們說過 他是會留任務的 所以 他就只能留任務 其他兩張都換掉 所以把留任務 然後換掉其他兩張 柯英里的棋 柯英這邊的話 我會覺得 可以留下 可以把兩把武器換掉 我覺得 留下兩個生物 因為其實打這個德魯伊 要解的怪 前面要解的怪 幾乎是沒有 嗯 除了受阻痘的教徒 信徒跟 翠玉之花的東西吧 那他選擇是比較激進的換法 去全力的想要換一費的生物 我是比較不喜歡他留這個 射足弓 因為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目標 他其實就是一個掛起來 敵費打三點 那我覺得如果要留射足弓 其實 拿來隨手也可以直接留著 對啊 直接拉出來 不過他這邊還是抽到了 好那這邊先下兇暴嚴鼠 就是我們前面提過非常強力的 這邊沒有任何成長牌 這個手牌相當的不好 可惜啊 第一個也是這個信徒是自己手抽起來 不是用項目之幻拿到的 因為項目之幻還可以 除了直接拉出一張牌之外 還可以給你六點的護甲 也是相當重要的 就主要是 他可以延長這個對戰的時間 讓你比較有高的機會解完 讓你多抽幾張牌 我覺得是對女生蠻關鍵的一個細節 而且可惜就是換完之後 你0成長這個打起來 讓你非常非常的 那這邊Crunch做1加1喔 那他因為這個回合還不是郭鐵可以 揮擊的回合 所以下回合船長buff可以 讓他躲掉第四回合的揮擊 那郭鐵這邊沒辦法就只能 做德魯伊最討厭做的是 就是在前面變天神器 對就是所謂的鐵爪德變臉德 來解掉這個惡意 從以前到現在都告訴我們 就是德魯伊按越多是天神器 越容易輸 他這邊是決定一個名牌 他這樣就是跟你說 這一個揮擊的 我不防 你有船長 我就認了 對 沒辦法防了 你船長我投... 不行嗎 那現在 最大的懲罰 真的 畢竟他選擇了一個 有風險的打法 嗯哼 但是現在郭鐵的一個小小的獲勝手段 已經出現了 因為Clinic這裡C手了一半 對 抽起了第一張9 對 如果今天兩張9都在手上的時候 欸這個惡毒召喚機 還有兩個回合可以看看 有沒有會進什麼 好那這邊郭鐵打了一個揮擊 好 好 然後這邊下孔狼 嗯 繼續搶血 然後按一個天神器 會比下訓練者還要好 這樣傷害輸出是最大的 然後下回合可以做惡毒的召喚師 這把刀可以留 我覺得可以考慮留著 嗯 喔 好 狐鐵這邊還是 難 第一個是任務進入零 然後 沒有東西下 對 正要說沒有東西下 對 正要說沒有東西下 如果你這裡硬跳掌變身咬的話 其實你的 場空檢查是不是死掉了 對 因為他這套是非常特化去控制的 他沒有散播瘟疫 也沒有DK 麻煩理人 所以你這邊跳廢的話 其實也不知道你 你跳了可以做什麼 對 所以他決定不如出怪 因為你跳了你還是沒有辦法找到 防禦性卡片的情況下 那不如還是下怪吧 對啊 下怪去挑戰他的怪 就是其實你這套套牌是 是沒有獲勝方式的 那這裡很可惜 那這邊剛好傷害剛好 是訓練者之後硬幣直接 有 KRENICH取得勝利喔 就可以拿下這個對局 我們恭喜KRENICH 成功拿下這個 別武的勝利 好 是不是3比2打相當接近喔 就是差在他的任務難容的 沒有辦法過關喔 就如同他賽前的預測 就是依照郭天原本的預期 這可能會是一個 碾壓的對局 對 就是至少 但是在目視那一頓 我這裡是可以算一下 因為其實 KRENICH的血量相調之下 已經很不高了 是 現在如果這個雕紋找到火球 是剛好 傷害是剛好的 一費早的話 三費火球手裡 9點傷害 場攻 這三張牌都不算特別理想 9 18點傷害剛剛好 那我想他應該會拿烈焰風暴 因為 到你能 你的法術扭曲者能 用上的時候 已經是相當後期了 所以說這邊應該拿一個 接上法術 穩定的接上法術 烈焰風暴會好一點 法扭喔 其實法扭 這兩個都有空間 但是法扭只能防到 就是 我剛說對面 六翻八翻十 這種星空的情況 那樣子 法扭會發動嗎 如果有額外 隨機法 應該是沒辦法吧 隨機發動應該是沒辦法 就是必須要他 用死費丟出 丟出來 那一個好問題 我的理解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他不會觸動 觸發那個法扭 好那這邊 郭貼 再兵一回合 然後繼續搶臉 相當激性 嗯 那他選擇是烈焰風暴 是拿一個 青藏法術 嗯 那 Crainage這邊 我覺得 想贏的話 應該要下 二毒的召喚師 嗯 去拚一個 叫一個 比方說可能光炎魔啊 然後或者是 佛丁之類的 哦 這邊有選擇一個 純防守的選擇 看一下這裡 好奇亮根草發現了 三張牌 是已知的寒冰劍 寒冰劍 很可惜 這裡 額外再下怪的話 還會再吃一個暴力符輪盔 如果這裡 必須要下這個交友才會死 交友場能擋住 對 如果你是寒冰劍點掉4-3的話 對面天真技是可以直接 收掉這一場對局的 好 那國鐵這邊直接用烈焰風暴 烈焰然後天真技之後 底下怪就可以拿到這場勝利 我覺得這一局蠻值得稱讚的是 郭鐵在巫師的學徒上面的選擇 就是去做打臉 而不是選擇去穩穩的換怪 讓他搶到了很多的傷害 他已經設定好 我要連續冰這個 暴光費用兩回合 然後保住我這個生物的輸出 沒有錯 也主要是 因為第一個是 兩邊在秘密法這個手牌裡面 其實他沒有後期的空間 對 除了你抽到亞魯電師 我們沒有看到傳說武器 所以今天 如果今天你一直在做 我們說 你學徒在加海魯電 等於是你做一個二換一的話 你會很明顯 卡叉會越來越大 而且你沒有找不到你的 獲勝方式 對 因為你到後來卡叉出來之後 牧師就可以開始用龍牧的方式反打 對啊 對於你而言是非常非常的傷 所以我覺得這邊 郭鐵的選擇非常非常的正確 而且現在也已經來到了 郭鐵的賽典 只剩下我們剛剛賽典提到這個任務德 是 任務德 到底過不過得去 至少他有兩次機會嗎 沒有錯 有兩次機會可以挑戰他 上活一回合 很有可能 對面會把你的正義領主拿走 是 然後做兩個廢輪出來 他就會上那個 精華影片 有Fundee Moment 下一期的Fundee Moment就是你了 不過這裡來到了這邊 國鐵的賽典 現在是2比1領先最後一個任務德 來對上對面的大法龍牧 剛剛國鐵拳有騎手留任務跟成長 翠玉之花 然後換掉兩張比較大費的牌 那 Crunch的話 他這一把騎手就比上一把好很多 是有 可以2 3 4可以順著出的 嗯 欸 這邊國鐵拳不遑多浪 本來可能要考慮要不要硬幣翠玉之花 那這邊應該是就可以直接成長 嗯 而且還有剛剛我們提到這個對決的重點 就是你任務德這裡 所以完美解任務的方式是什麼呢 把你用你的項目之幻去把 去把這個星爐成功的拉出來 讓你可以後面比較好 讓你可以高速的解任務 對 我會說這是他一個 這是他一個有機會可以跑掉 這個對戰的一個起手 就是差不多長這個樣子 嗯 然後同樣一樣是減費返場的 這個坑道爐蟲 這些都已經在手上了 好 非常有機會啊 我說這一句 那Crunch這邊下一個叫做乳行者 好 輪到鍋鐵爾回合 他在思考的可能是說 要不要先成長還是 先把自己的 呃 獸足肉的教徒也拉出來 那應該是把費用打滿會好一點 畢竟你也在檯面上算是 至少佔了一個蠻難出力的怪 嗯 嗯哼 因為這個大法龍墓是沒有沉默的嘛 所以說 這個獸足的教徒 他的死亡支撐效果還是會觸發 可以挑戰這兩個生物 就是 穩定可以讓你解兩層的任務 而且外加上 你先站這塊下去跟對手換 不論對手解你或者是 你去撞對面的 也可以讓你看到有什麼加速的減費 對 我覺得這兩個都是比較好的 好 那這邊 因為這個生物很 很難處理 所以就不理他了 哦 反正他 他這個武功也沒有辦法撞過你這個 交友乳星者 哇有點可惜 沒有沒有沒有 期待這裡有辦法 進一個揮擊 其實可以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對你可以揮擊解到那 可以解差不多 解到剩下一個北軍而已 嗯哼 然後你可以站一個五一 跟對手對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撞 開邊再拿到成長吧 對 也只能成長 因為費用還不夠出那個坑道龍蟲 那就是先成長 但是離終極文藝還 還要一張 再一張成長牌 就我們還沒有打到這個 所謂最最完美的這個是 五費打十 十費打五費這種情況 對 好 呵呵呵 郭天摸摸鼻子說 都可以啊 你會玩 會玩 會玩 來看一下這裡翻出來 是不是阿拉卡要變別人的 心生中中 對不起阿拉卡跟別人走了 那 打得不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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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這樣阿 呵呵 聽說昨天他們這個 原本是一下想要對練牌 想要討論一下 這個 呃 對戰以及match的其他細節的時候 Kwinnitch是選擇去送女朋友的機 有這回事嗎 對 因為他女朋友要先回家 他是先去機場 送他女友回家 對 那郭天真的是很努力的在練牌 對沒有錯 看起來韓國禁女社跟台灣禁女社的結果 是不太一樣 那這邊沒辦法忍先揮擊 減少傷害 而且這這這這有減少傷害嗎 讓我算一下 四五六七 八九十十一 台場 攻是不是二十一點阿 已經 這個揮擊已經打 直接擊殺了 好 那 Kwinnitch將比分翻成二比二 OK Kwinnitch成功拿下這一把非常漂亮的 二魯道安斯古店總管combo 這就是我說大法獵翻個什麼九費 翻八費比九費強多了 那最後一套會是他的大法獵對上郭天爺這套任務難農的喔 對沒有錯又回到了我們一開始賽前提的兩邊最難過的職業的套牌 就是這兩個 果然在第五場相遇了 而他們也只能打到最後一個點才能決定誰可以拿下這一個 比歐五來挺進下一輪 畢竟我們這一次的十六位選手的十六場比賽非常非常的殘忍 在兩天的聖誕佳節的賽者要結束時候每一場都是單淘汰 是 而且結束之後呢兩位可以 他們就會直接到我們的這個簽名台上面 不論輸贏都要替我們現場觀眾這個 完成這些所有簽名這個以及界面拍照的時候 所以 所以你當然會想要帶著獲勝的心情去幫觀眾簽名嗎 總是希望還有後面幾場的機會嗎 理論上 好 兩邊都已經只剩下最後一個職業了 所以應該 選擇的時間應該會短上很多啊 因為 沒有其他做 沒有其他改變的空間了 對就是這套牌必須要過關 才能夠進行到下一輪的賽斯 好 看一下兩邊的起手 呃 呃 那 郭天穎跟我們說過他是會留任務的 所以 那他就只能留任務其他兩張都換掉 所以把有任務然後換掉其他兩張Crenny的起 Crenny這邊的話 我會覺得 可以留下 Crenny這邊的話他也不能打破冰箱 那也許可以看一看 呃 虎爛海神能不能給一個火球 看這個額外給的內容吧 呃 呃 兩肺內 應該沒有辦法 就是你發現後兩肺頂多再找一個 心靈震報 最高就心靈震報 那這樣還是會差一點 那我想他應該就會下 帆克里夫 帆克里夫吧 他是一個 六六帆克里夫 雖然只有連擊一卻是一個 六六帆克里夫 這就是青王的威力 再次看到 七獸青王暗閃的威力 好 國鐵這邊有沒有辦法進一張紐石雕紋呢 我最近實況上面也看過某個人 青王暗閃青王啊 只是不知道他昨天進女色 今天的表現怎麼樣 是我們待會就可以知笑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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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去的那個場合我也在場 嗯 好那國鐵這邊 他也沒有辦法去減少他所承受的那種傷害 比方說萊克火球樹啊 所以說這邊就是一個很無奈的局 他也沒有我們說買一個夢想的機會 因為可以買的夢想是什麼呢 你今天有沒有辦法打出 這樣這一回合如果你可以灌9點 你下一回合讀火門炸雞 那或許是一個機會 因為火門炸雞可以到11點 對真的是可以超越炎爆的一個傷害 但前提是當然你手裡沒有火 而且你這一回合其實也沒有辦法 給對手太多的多少的血量壓力 對 那我想他這邊應該會出 密法學家吧 至少再錄一張秘密上來 嗯 喔他選擇 他選擇去把檯面最大化 但是面對這個Cranish的檯面是 呃 還是還是不夠強 嗯 而且其實對面是 呃 理論上是不需要跟你的秘密互動的 說實話 呃 對 因為他可以檯面解掉你的怪 外加上 有呃 很高的機會把你頭上那個冰箱提破 那我就不要下任何的怪去 去應對你的情況 對我們看場攻已經可以做到這件事了 而且我們這次比賽牌組是公開的 所以Cranish很清楚的知道 郭爹頭上就是 冰箱 法反跟 爆炸符文 嗯 因為他是三個已經全配了 所以全部都已經在頭上 沒有任何 也可以說沒有任何 說故事的機會 因為你沒有開過刁文 你沒有 沒有小書 沒有任何 變出不存在的秘密的方式 是 所以對Cranish來說他什麼事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把冰箱打破 跟解掉檯面上這兩個怪就可以 有很高拒許的這一場的勝利 在已經已知有爆炸符文的前提 理論上你也不需要再額外下怪 因為你除非是下滿六血的怪 不然你還是要額外吃傷害 還是會吃到一些傷害 阻止所有獲勝的可能 阻止對面所有獲勝的可能 是很正常的一個選擇 所以的確這裡是沒有下任何的東西 理論上是不需要跟你的秘密互動的 說實話 對 因為他可以檯面解掉你的怪 外加上 有很高的機會把你頭上那個冰箱踢破 那我就不要下任何的怪去 去應對你的情況 我們看場攻已經可以做到這件事了 而且 我們這次比賽牌組是公開的 所以Cranish很清楚的知道 國鐵頭上就是 冰箱 法反跟 爆炸符文 因為他是三個已經全配了 所以全部都已經在頭上 沒有任何 也可以說沒有任何 說故事的機會 因為你沒有開過刁文 你沒有小書 沒有任何 變出不存在的秘密的方式 所以對Cranish來說 他什麼事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把冰箱打破 跟解掉檯面上這兩個怪就可以 有很高級取得這場的勝利 在已經 已知有爆炸符文的前提 理論上你也不需要再額外下怪 因為你除非是下滿六血的怪 不然你還是要額外吃傷害 還是會吃到一些傷害 對 阻止所有獲勝的可能 阻止對面所有獲勝的可能 正常的一個選擇 所以的確這裡是沒有下任何的東西 好 好 那如果抽兩張 有沒有辦法看到 他還會遇到刁文的機會呢 喔 終於來了 看一下有沒有冰箱 這時候只能先靠冰箱狗 ander 真的 那其實這樣有點好奇 是不是剛剛抽的時候學徒是不是要跟著打 可能就是先下去 先下學徒會好一點 因為你兩個拳下的話 你的任何秘密都還是蓋得出來 來看一下這裡發現 欸 這個不行 沒有幫助 好 那昆仁學徒把比分頒成1比 這邊成功他自己的青王賊過關 這當然也是不意外啦 因為他已經起了一個青王暗閃青王了 就連他的蘆蟲下出來都有七七 然後衝出來派起有三蛋 這到底是要 無法交流 很難打 在VS Data Report裡面的這個天梯分析數據裡面 青王賊打秘密法就有60%的勝率了 那更何況他又是拿到這套牌最強力的騎手 嗯哼 而且在外加上其實 比較可惜就是這兩個其實都是 非常非常搶節奏的快空 因為像法師有很多像黑魔會小弟 黑魔 黑魔會小弟 或者是密法師這些 可以讓你同時蓋上秘密 搶節奏的單卡 但是很可惜的是 郭貼在5回是直接空一回合的 對 我們可以說那一回是空一回合的 但也沒辦法 你如果能放怪在場上 至少你有跟別人交換節 或是對面必須要 必須要面對 但很可惜那一回合是空 南海船長 嗯 那我們來先砍一下這個伺候龍演化結果 目標是 這邊有個劇毒 那應該就會拿劇毒 直接解掉這個北軍教師喔 因為通常在這個情況下你能 其實他有解的機會很多啦 只是你會不會需要送掉第二隻貓 你加攻可以一對一換 劇毒可以一對一換 是 加一加一的話變成要兩隻撞一隻 好 那這邊輪到郭貼的回合 他可以選擇下 這個 略寶囤積者 或者是 他也可以使用這個神抽進來的聖光成績 去直接解掉這個伺候龍 只是這樣法律就用得比較不乾淨 但是下 這個略寶囤積者的話 又會直接被這個小貓換掉 可能有點虧 那他最近決定是把費用打滿 然後連硬幣都交上去 然後把這個伺候龍給解掉 就算你跟卡閘木對中 快攻套牌的話 第一個是儘可能去 一樣是 過牌 過你的AOE 像是你的 就是卡 可是這幾個 就是你可以處理對面快攻的 手段 是 好 那我們這邊輪到 Clinish的回合 他這邊有很多神形象 然後他選擇下一個 牧師最難處理的鯊魚熊 然後解掉這個略寶囤積者 你像當你牧師自己的套牌而言 除了卡達克斯跟龍火 一般情況下 卡拉斯龍火回來 心靈煙笑以外 其他 這個4-3的沙雄 基本上都是要怪對撞 才有辦法解決的 是會無解的 尤其是如果他下回合 還可以 有一個訓權者來搭配的話 會讓牧師非常的頭痛 好 那國略這邊在思考 其實賽前我有問他說 欸 為什麼要放這個 三廢軟尼怪 而不是二廢的軟尼怪 那他給我回答就是 在打獵人的時候會有差 對 因為獵人的鯊腳弓是有攻擊力的 你還是可以拿到護甲 所以他選擇配置這個 三廢軟尼怪 那這邊逼不得已就是直接出 因為 必須要去挑戰這個鯊魚熊 那很不幸的是 Clinish這邊剛好有鯊腳弓 來做應對 來保住他這個鯊魚熊繼續輸出 喔 這裡是 這是一個下回合 下一回合是已經找到了 這個恐怖者拉閘是可以做的 比較可惜是 這個 他5-8現在只到了5 那如果今天你對快攻的話 其實4就是卡達克斯 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 他是一個 你解場的手段 很可惜 原本郭貞這裡其實是兩張牌 剛好各有一個對應 這個螃蟹是可以吃對面的船長 然後原本 這個軟尼怪是可以吃掉對面的武器 但是很可惜 因為對面這個鯊魚熊 是你除不掉的 一個夢魘 是 那這邊選擇銀飾先看一張 那 那是龍火 這邊 有龍火藥水的 那你就選擇拿AOE 然後這邊下來這個火戰 雖然會直接被 硬腳弓解掉但是 還是必須要下去挑戰這個 鯊魚熊 主力也都是為了吸收傷害 是 你必須讓這一回 如果今天這一回把他武器吸掉的話 那你下一回說不定 你的這個 拉閘是有機會贊助 其實你什麼東西都可以擺 戰士好像我看過也有類似的版本 有海盜戰 然後可以會使用 直擺秘鷹的法術師 對 那其實這幾個版本 我自己比較喜歡是聖騎 或者是 或牧師的版本 因為 重要的是你可以翻額外的一個 巴費 因為巴費算是平均 數值的手下裡面比較好的 對 期望值最高的 沒有錯 而且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你巴費可以 可以再翻 你二讀招牌是可以翻古卷 然後再翻 對 出另外一個大的 完成一個很 夢想型的combo 好 這邊 昆仁許的清望值的騎手 雖然是 相當的好 而是 接近一個夢幻騎手 有清望暗閃 而且 你還有 拿來隨手可以拉出派騎 不過這裡過貼的這個祕密法 騎手也相當不錯 至少有龍曼騎 沒有龍曼 這個 通通都要選款 這是我們HQ 薛士也曾經提過了一個名言 除了龍曼之外 還有二回合最好的 祕密法學教 嗯 而且他又是先手 所以 這邊兩邊的禁牌 兩邊的手牌都非常好 好 哎呀 那 這時候Crainage看到是 依廢法力龍曼是有點頭痛 本來說他是可以很舒服的 直接下 青王沒有 這時候就要思考他下回合 郭貼可能會有的選項 因為他看郭貼留了兩張牌嘛 代表他 你預期下回合可能會有 223的祕密法學家 或者是 巫師的學徒 232 嗯 他這邊還是先下了青王去挑戰這個 法力龍曼 下回合拉出來的派遣會是3-3 理論上都可以解掉這個 郭貼他所擁有的生物 就是可以都可以直接對撞掉對面二回給你的壓力 好 哎呦 郭貼這裡 這個祕密法的節奏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而且這裡綠起來的 我們在前面提到就是這一次 祕密法會有一些細節的調整 那 那郭貼的這個版本是一火門改炎爆然後帶冰箱的版本 他在打快攻的時候會讓你可能可以額外多買到一回合的時間 就是讓你的傳說武器多抽一回合你就有額外的傷害可以打 是其實這樣算是有點像是標準配置就是五個秘密 然後大概冰箱也都會帶一張 那剩下的話有時候法反可能會不會放滿 但是郭貼的法反是放滿的 噢 現在會選擇帶一張變陽藥水或者是 呃 鏡像體 嗯 然後針對速師 不過這裡 那這邊Crainage選擇把龍曼解掉 他這樣做這回的拔刀下回的會比較舒服一點 因為下回還是可以做 呃 天生技加藍崖水手 只要不抽到派遣的話 嗯 就是只要沒有神抽的話 而且Crainage這裡也先拿到了一個 在這次改版裡面等於是兩個鋪場職業非常強勢的一張單卡 是坑道爐蟲 坑道爐蟲就是一隻新版以前入的海巨人 只是這一次是可以先死怪 然後再靈背下的海巨人 對他就算是目前在快攻還有中速牌組 都幾乎必擺滿的兩張牌喔 但是今天對上獵人的時候 你很有可能你的任務還是不能放棄 因為你必須要防對面惡毒召喚 惡毒召喚是翻一個大的 或者是翻古卷總管 翻 呃 眼鏡呼喚自己的情況 所以他必須在我們賽前其實有聊到 這件事情就是他的任務的還是會選擇棋手流任務去打 是 面對到clinich的這兩個套牌他都會選擇流任務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對局 這邊一樣是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法 來應戰這邊clinich的大法龍目 呃這套龍目是由 一個日本玩家Settler所發明的喔 那他在亞服打到有前十命的成績 然後勝率上面的表現也相當不錯 然後也是上個禮拜Sixle在德國的椅子盃拿下冠軍的套牌其中之一 好 那這邊起手的話 clinich的起手不算特別理想 尤其已經把一張很castle的精神控制抽在手上 嗯 那鍋貼的話還不錯 雖然沒有法力龍慢 但至少有秘法學家 跟奇魂陀法師的搭配 clinich這邊等於是已經先抽了一張Decca在手上 也讓他自己大法的發揮了空間剩兩張琥珀跟一張星控 那反過來鍋貼這裡則是一個二三回的節奏是已經可以確知打滿的情況 是 是 好 那鍋貼這邊在思考 他夏侯兒的動作 因為這邊他應該不會用硬幣 叫出一個密法學家 因為夏侯兒你喊兵劍 依照他這套牌來說沒什麼目標 嗯 就是也不值得你教 就是他這套牌二費的怪是死學家跟 一個222的 那個黑暗進生者 對黑暗進生者 喔他想要吃一個優勢換嗎 因為如果對面真的下一次競爭者的話你是可以用這個裝 死是可以直接換掉 對 但是很有可能你的下一個二回是要恐過的 如果對方沒生物的話你可能也要跟著恐過 嗯 唉唷 這邊運氣不錯戳到了巫師的學復 那這樣他的費用使用上就一直很舒服 那crunch這邊應該要下一個 呃 驕傲乳行者來擋 來挑戰這兩個生物 那輪到國貼的話 他應該還是會照原典計畫使用 呃 齊倫陀法師跟 蓋上一個秘密 那我想會蓋爆炸符文好一點 因為 你知道crunch製造牌的法術是很少的 只有兩個大費大費的法術 嗯 對 所以說先蓋爆炸符文好一點 因為你會預期他crunch會出的是生物 所以說爆炸符文在處理生物上會比法反好非常多 哦 他選擇一個最最最最具台面的打法就是 直接解掉這個驕傲乳行者 所以選擇一個比較偏激進一點的打法 但是讓他自己的怪這回合有 可以踢到 然後用下去揮擊去解他的場 你就必須要做 對 這樣你才可以獲得檯面的優勢 嗯 不過說到燃龍 呃 說到任務德的這一個配置 因為我們看了很多任務德的版本 現在功能比較好的組合好像是 呃 是豆葛最近所使用的 就是已經沒有放真俊靈組 而是放無面的版本 對 也沒有放紅龍 然後就是 他這樣做的話是 你比較不容易卡手 嗯哼 然後 然後你的combo 就是透過無面去增加你的最大傷害量 嗯 就是原本其實他的設定方式應該是 紅龍去 去設定一個對面的15滴血 然後 利用真俊靈組做出兩隻藍龍 配月火灰擊之後 擊殺對手 只是這有幾個尷尬的是 真俊靈組自己 你要搭配的情況 你必須坤在他之後下 那很有可能場面格子 太多了 他就發揮不了那個效果了 嗯 那再來是 無面至少他有一個 比較彈性的空間 你真俊靈組如果在牧師場上 活一回合 很有可能 對面會把你的真俊靈組拿走 是 對然後做兩個廢輪出來 那就會上那個 精華影片了 有fony moment 下一集的fony moment就是你了 不過這裡來到了這邊 國鐵的賽點 現在是2比1領先 最後一個任務得了 來對上對面的大法龍目 對 剛剛國鐵有起手留任務跟成長 翠玉之花 然後換掉兩張比較大fay的牌 那 Quinnature的話他這一把起手 就比上一把好很多 是有 可以二三四可以順著出的 嗯 欸這邊國鐵不遑多浪 本來可能要考慮要不要硬幣翠玉之花 那這邊應該是就可以直接成長 嗯 而且還有剛剛我們提到這個對決的重點 就是你任務得這裡 完美解任務的方式是什麼呢 把你用你的項目之幻去把 去把這個星爐成功的拉出來 讓你可以後面比較好 讓你可以高速的解任務 對 我會說這是他一個 這是他一個有機會可以跑掉 這個對戰的一個起手 就是差不多長這個樣子 嗯 然後同樣一樣是減費返場的這個坑道爐蟲 這些都已經在手上 好 非常有機會啊我說這一句 好 那Crainage這邊下一個教導乳行者 好 輪到國鐵的回合 他在思考的可能是說 要不要先成長還是 先把自己的 呃獸主鬥的教徒也拉出來 那應該是把費用打滿好一點 畢竟你也在檯面上算是 至少佔了一個蠻難出力的怪 嗯 因為這個大法龍目是沒有沉默的嘛 所以說 這個獸主鬥的教徒 他的死亡支撐效果還是 還是會觸發 可以挑戰這兩個生物 就是 穩定可以讓你解兩層的任務 而且外加傷 你先在這塊下去跟對手換 不論對手解你 或者是 你去撞對面的 也可以讓你看到不同加速的減費 對 我覺得這兩個都是比較好的 好 好 那這邊 因為這個生物很 他也沒有辦法去減少他所承受的那種傷害 比方說來一顆火球樹啊 所以說這邊就是一個很無奈的局 他也沒有我們說買一個夢想的機會 因為可以買的夢想是什麼呢 你今天有沒有辦法打出 這樣這一回合如果你可以灌9點 你下一回合讀火門炸雞 那或許是一個機會 因為火門炸雞可以到11點 對 真的是可以超越炎爆的一個傷害 但前提是當然你手裡沒有火門 而且你這一回合其實也沒有辦法給對手太多的多少的血量壓力 對 那我想他這邊應該會出秘法學家吧 至少再錄一張秘密上來 嗯 他選擇 他選擇去把檯面最大化 但是 面對這個Crenish的檯面是 呃 還是 還是不夠強 嗯 而且其實對面是 呃 理論上是不需要跟你的秘密互動的 說實話 呃 因為他可以檯面解掉你的怪 外加上 有 呃 很高的機會把你頭上那個冰箱踢破 那我就不要下任何的怪去 去應對你的情況 對我們看常攻已經可以做到這件事了 而且我們這次比賽牌組是公開的 所以 Crenish很清楚的知道 郭天頭上就是 冰箱 法反跟 爆炸符文 嗯 因為他是三個已經全配了 所以全部都已經在頭上 沒有任何 也可以說沒有任何 說故事的機會 因為你沒有開過雕文 你沒有 沒有小書 沒有任何 變出不存在的秘密的方式 是 所以對Crenish來說 他什麼事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把冰箱打破 跟解掉檯面上這兩個怪 就可以 對啊 有很高繼續取得這場的勝利 在已經 已知有爆炸符文的前提 理論上 你也不需要再額外下怪 因為你 除非是下滿六血的怪 不然你還是要額外吃傷害 還是會吃到一些傷害 嗯 阻止所有獲勝的可能 阻止對面所有獲勝的可能 正常的一個選擇 所以的確這裡是沒有下任何的東西 好 那如果抽兩張有沒有辦法看到 刁文的機會呢 哦 終於來了 看一下有沒有冰箱 這時候只能 只能先靠冰箱拱合 哦 那其實這樣有點好奇 是不是剛剛抽的時候 學徒是不是要跟著打 可能就是先下去 先下學徒會好一點 嗯 因為你兩個拳下的話 你的 任何秘密都還是蓋得出來 來看一下 這裡發現 欸 這個 不行 沒有幫助 哦 好 那坤人學徒把比分頒成一筆 嗯 成功他自己的青王賊過關 這當然也是不意外 因為他已經起了一個青王暗閃青王了 結果連他的蘆蟲下出來都有七七 然後衝出來派起有三 那這到底是要 無法交流 很難打 而且在 呃